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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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长期的 比如说一年两年甚至三年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 欲冷加重 欲风寒 疼痛就开始厉害 符合这两个条件我们都可以叫老寒腿 这个老寒腿我觉得我是最有发言权的 因为从我记事起 你就老寒腿了 不是我 吓死我了 你记事就老寒腿 她呢就会腿疼 然后年轻的时候还稍微好一点 只是到秋冬天比较冷的时候腿会有些疼 然后走路会痛 然后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长 现在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也需要有呼吸 要不然它就会痛 那看得出来好像这个老寒腿第一个就是挺普遍的 咱们身边都有这样的人 再有一个好像还真的是跟凉和疼都有关系 对 有很大关系 有很大关系 它一个外因就是受凉受寒 受风受湿起的 内因呢就是一些 随着这个年轻增长以后呢 一些机器零件就会老化了 也就是说韧带呢开始松弛了 骨头呢开始张骨刺了 内疑是这方面的关系 所以两个合在一起形成老寒腿 所以一到天冷的时候 您看咱不光是穿得多 为了保暖 另外一个这要是天特别冷的时候啊 有些地方还会疼 那咱们得来看看 您腿的这个疼啊 到底是属不属于老寒腿的疼 来辨别一下啊 看第一个问题 那这老寒腿它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 咱们自己感觉一下 同样都是疼 您是这个跳着疼 还是酸胀的疼 还是一走路就疼啊 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意见 张老师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这腿不舒服了疼了 我自己目前倒没有 我还是拿我朋友来说吧 他呢就是说 听说咱们要做这个节目 他说你一定要帮我 向专家请教一下 他呀就是一到这个老寒腿 发作的时候 他最明显的感觉就是里边啊 又酸又胀 他说是酸胀的感觉 酸胀痛 那咱们看看现场100位观众的选择啊 大家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疼 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有那种酸胀的疼 包括有的时候一走路就会疼 那到底哪一种是最典型的啊 咱们对应一下 当您出现的是酸胀疼 这个才算是老寒腿 那咱们啊 刘教授咱们先说一说 因为毕竟还有很多人选了那个 就是跳着疼的 还有一走路就疼的 那两种情况算是什么呀 如果说 因为我们问的是老寒腿的最典型症状 老寒腿的症状呢 这些实际都报过 但是最典型的就是酸胀而疼 就是说这个头脑不是特别厉害 但是隐隐约约丝丝拉拉 叫不出一个什么字来 又有酸又有胀 您说那疼啊 就是在这个地方疼啊 还是说在膝盖 以膝盖周围为主 以膝盖周围为主 那哪位观众就是现在啊 咱们描述完之后 您觉得现在我这种疼 就是酸胀的疼 请手示意我一下 那这样我们请两位观众上来 然后您帮着来辨别一下 我们哪一种情况 算是真正的这个老寒腿好吗 我先问他们几个问题啊 一个你们那个疼是酸胀疼吗 是 另外上下楼区或者走路的时候 情况下有响声吗 就稍微 就有时候这个腿一动 它就嘎嘣 干啥干啥不是你啊 这是第二个 您呢 您呢 我也有啊 也有 你上下楼梯 尤其是坐久了 往起起的时候困难不困难 困难 困难 就是那个坐的时候 起的时候 有时候就奇怪的疼 还就换个位置 也困难是吧 对 奇怪的也疼 那您呢 起来的时候困难吗 困难 就是一条腿困难 还有第四个问题呢 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早晨起来 刚一下床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到 腿特别僵 或者不舒服那种感觉 有没有 没有 没有啊 没有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啊 有些老寒腿比较重的 就是早晨起来 刚下床的时候呢 叫沉浆感 觉得腿好像特硬邦邦的 那活动活动一会儿才好了 没在乎血循环慢了 一些代谢肠物呢 排不出去 所以在追击的那地方 活动活动以后 出来了就没事了 对 所以您看这个 咱们这个屏幕上 也提出了一些 很典型的老寒腿的正常 对 第一个刚才咱们讲过 两侧或者一侧 新环节呢 经常隐痛 就是我们所谓的酸胀痛 我们两位都有 不是刺痛 也不是针扎要痛 第二个就是说呢 关键相应 活动的时候 嘎巴嘎巴有响声 第三个呢就是 久坐 或者是呢 久蹲的时候 起得比较困难 叫蹲期困难 第四个就是到了晚期啊 或者到了有时候 急性急气的时候 它会摩擦那个滑膜 发炎 水肿渗出 所以其外有肿障 您出现过肿胀吗 出现过肿胀 就是上厕所蹲都蹲不下去 就得一个腿直直 一个腿弯着 哎呦 那能判断说这两位观众 就是比较底型的一个老寒腿 可以说是电型老寒腿 它有可能是故事增生 有可能是冰箍软化 也有可能过去 有风湿性关键炎 或者累风湿性关键炎 等等的 也可能日带的损伤都可以 但是出一点型的老汉素表现 尤其是那个第二条 就是有那个叫什么 嘎巴嘎巴响是吗 是这种 就是您这会儿要是伸腿的话 会出现这样的声音吗 出了我听到了 对我离得很近听到了 我在这都听到了 我们可以这样啊 讲声 但是呢把手放上去啊 它会感到手底也 像滚珠样感 摩擦样感 所以去 它就非常典型 你可以过来摸一下 就像一个滚珠啊 像那么周身的滚珠 在你手底下转悠一样 我能给你形容一下吗 对你形容一下吧 就是像什么呢 这个轴啊它没较油 然后呢有点那种摩擦力很大的 有点像那个 就噶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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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感觉 对 大家也不妨自己啊 拿着手按一下膝盖 两条腿同样 是不是得测两条腿啊 两个腿都可以测 两个腿都摸一下 我看你那个啊 是不是有这个噶噶噶噶的那种 就是慢慢的那种噶噶噶噶 一部分人呢它是摸不到的 但是也是老汗腿 那您说就比较轻的那种啊 就没疼得那么严重呢 就刚刚有一点怕凉酸胀 那会儿咱们能不能够通过一些 简单的按摩呀 或者一些小处理 就能够得到缓解呢 如果初期的 我还是可以缓解 没问题 真的 而且如果经常做的话 一个延缓甚至能治愈 咱们我教大家几个穴位啊 很简单 第一个穴位叫内外膝眼 实际上是两个穴位 把腿一绷紧了以后啊 来绷紧 尤其我们夏天穿裙子 或者穿裤衩的时候 一绷紧以后呢 我们膝关节下面有两个坑 是这儿吗 你这个地方是这儿 这地方 你放松一下 这两个地方 哦 这儿 那块膝眼 绷直了下面的这两个 来我给它贴一下 大家找到了吗 放松 找到自己的这个内外膝眼 看清了吗 这些吗 我给你贴一下啊 这按得准吗 你看 这一个 这两个膝眼特别好找 您主持人类更容易找 因为大家可以直观地看到 要我上您这边来 您贴我得了 行 特别好找 你看这个小坑特别明显 内膝眼 外膝 这稍微的再往这点 这个小坑 对 深的 内外膝眼 外膝眼又要独鼻血 为什么要揉这两个地方呢 因为膝眼是中一讲 是眼就当空一讲 空容易什么 容易记风 怎么去按呢 我们可以用拇指啊 这样 用拇指 这样按揉也行 或者一个手呢 拇指在这儿 一个拇指在这儿 这样揉也行 或者拿着一鞋 这样拿也行 拿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两个是相对来讲 挤压着两个穴位 往上提 这个呢 大约一个穴位 可以揉两到三分钟 那这个是伸直腿呢 还是弯曲的 弯曲都可以 最好是弯曲的时候 它更放松一点 伸直是为了找穴位方便 找好以后呢 把它弯下来 这时候是腿是松弛的 所以我们一个手呢 拇指 另外一个手的食指呢 支腹呢 压着两个穴位 进行按柔 但按到什么时候 有酸胀感 有酸胀感吗 有酸胀感 对对对 特别用力 我感觉到 特别用力 我感觉到特别用力 我主要自己 使不上力 自己去按的时候 可能用不上力 可以借助年轻人帮忙去 我觉得 但是呢 还是自己按摩的好 为什么呢 一个能够掌握这个 一个是方便 第二个呢 掌握可以力度 有时候外人呢 有时地儿太大了呢 反而隐起了 皮肤的穴血呀 您说这个穴位 叫内脉西呀 内脉西呀 内脉西呀 还叫什么呢 刚才您说的 外脉西呀 外脉叫毒鼻血 就牛鼻子 毒鼻 牛鼻的鼻子 按柔它可以去风散寒 因为我们外面 有风寒之下以后 容易从脉啊 到心外界里面去 我们按柔呢 一个是预防风寒进行 第二呢 把里面的风寒可以赶出 按摩多长时间 每次三到五分钟 三到五分钟 每天呢 两到三次都可以 这个是针对轻的 但如果要是比较重的 刚才也提到了 您那条腿就是 一摸上去 手感是特别明显的 咱们看看 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可以帮助您来缓解啊 我们先回到座位上 好吗 慢慢来学习 也请刘教授 谢谢罗座 好 咱们来看看 下一个问题 可以帮助您来 缓解老寒腿 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那哪一种办法呀 是最有助于冬季来养护老寒腿的 于是没试过这几种办法啊 泡脚 贴暖宝 还有一个是带护膝 给大家看这个暖宝是什么东西啊 我给大家拿一下 可能有的人没太用过 你看暖宝就是这个小贴 然后呢 摩擦完之后啊 就会特别的热 现在我摸的这个温度就挺高的 然后放在哪呢 就挺好的感觉啊 这个就是咱们常用到的这个护膝 厚厚的 也有各种各样质地的啊 那种方法比较有效呢 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意见 小柯的妈妈用过什么样的方法呀 护膝 我觉得她主要是用护膝 像泡脚这个道很少 贴暖宝也很少用 主要是护膝 尤其像有的时候夏天也要用 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她会觉得膝盖特别凉 睡觉术也带着呢 睡觉的时候带呼吸 或者是腿一定要盖稍微厚一点 不可以长 夏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盖 就盖肚脐啊 稍微盖一点 但她就连腿都一定要盖上 我还是拿我那位老寒腿的朋友说事 因为她吧 就是觉得带呼吸呢 她觉得不太方便 她喜欢这个贴暖宝 经常把这暖宝呢 就贴在这个膝盖的 哪块凉就贴哪儿 然后她觉得很舒服 是吧 这是我的朋友的做法 那咱们来看看 现场100位观众会怎么样的选择 应该说 答案应该非常接近了 差不多各自都占到了三分之一 那哪种方法更合适呢 等一下广告 让专家来告诉你 无限级提示您 健康之路精彩继续 腿凉 腿疼 关节肿胀 这些问题是否在冬季困扰着您 不打针 不吃药 三个穴位 两个泡脚方 老寒腿问题轻松缓解 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好 欢迎大家回到由无限级 读家欢迎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咱们看看 您要是这个冬天夏天的时候 腿都感觉到凉 甚至是有一些疼了 咱们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来缓解呢 这个办法就是 泡脚 这是最有效的 这泡脚对于老寒腿 为什么它就有特别好的缓解作用 是这样 泡脚啊 尤其在冬天的最适合 为什么呢 冬天是阳气相对虚弱 寒气比较深 泡脚本身呢 它有温度 有温水 所以它是一个是 通洋 补洋的一个方法 另外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呢 在腿部呢可以吸收 起到一些散寒止痛的一些作用 这样会更好一点 暖宝也是不错一个方法 但是暖宝呢 它那个渗透力比较差 所以它没有药疗作用 第二个呢 它有时候容易调节不好的体温 有的暖宝特热 会把皮肤烫伤 对对对 尤其贴着皮肤贴的时候 更容易烫伤 第二个我们讲的是带呼吸 呼吸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 对老汗是一个预防 保健的方法 但是呼吸要注意一下怎么呢 不管什么样子 什么形的 什么种类的都可以 最主要要带着的松弛 叫松强要湿度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病人啊 这别人也经常常见 因为老汗腿呢 我们都会跟他讲到 说你回家呢 一个要保暖 我们要泡腿也好 我们那个用热水 热敷也好等等的 我们也可以让他 在外面可以带着呼吸 这别人就买了呼吸了 买完以后 我们大夫不可能帮着带 也很忙的 他自己家就带上了 在过去以后 他打电话 不来找开明说 刘大夫 呼吸带了是挺舒服的 但是脚胀腿肿了 我再一摸吧 他呼吸太紧了 太紧 太紧 因为静脉的回流不好 尤其老年人呢 我们的静脉的回流都不太好 有的人本身 可能就有静脉去扎 所以呼吸一护上以后 再等于在我们 在那个像那个扎门那里 扎住了 血上不来了 所以腿肿腿扎 所以说呼吸呢 有这一个弱势 但是不紧又掉 对 不紧又掉 另外尤其我们有时候 到这个 秋冬交际 这些时候呢 穿衣服比较薄 穿户西那儿 咕咕咚呢不好看 影响美观 所以相对来讲 回家用点中药 炮腿最好效果 我们总觉得说 炮脚就是光炮脚面那一块 然后您说那老寒腿 更多的问题 是集中在这个膝盖 甚至包括它周围 就是上面这一块 那光泡脚也能够 把上面的问题都解决了 光泡脚也能解决 但是泡腿比泡脚效果要好得多多多 为什么这样呢 一个腿上的瘦位非常多 腿上瘦位大约120多个瘦位 而脚只有60多个瘦位 第二呢 腿的血液循环比较丰富 我们泡腿的时候呢 我们好多药物容易吸收 第三呢 我们腿的肌肉比较发达 所以呢 它重心来说 松弛的比较放松一点 所以对整个寒腿呢 是非常好了 因为在冬季的时候呢 我刚才说了 冬季是寒气肾 阳气虚 我们泡腿以后呢 可以是补羊 撞羊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 在冬季用的泡腿呢 会对我们身体会更好 而且它可以增加全身的卫胜化 那那种足浴盆会不会更好 恒温啊 一直保持温度 它足浴盆太低了 太低了 因为它高一点更好 我刚才说的 再放点什么样的药 就真正能够起到 那个叫渗透力比较强的药性 对老寒腿有方法 很简单 我给大家推荐三个药就可以 我拿手给大家看看啊 这个大家看见了吗 红红的 一条条的 叫酥木 酥 酥木 姓酥的酥 木头的木 酥木 很便宜 几分钱就买了那么多 这个叫鸡血腾 看到吗 鸡血腾 你看见没有 红红的 里边有点的金丝 这个呢 这叫桂枝 桂枝 这三个药呢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 咱们先说酥木 酥木煮完了以后 水是红红的 像血水似的 它可以呢 温阳散寒 通落止痛 鸡血腾是一个 活血化瘀止痛药 活血化瘀的 对 所以桂枝呢 是个温 它也是通阳温落 不 温阳通落 散寒 另外桂枝呢 还主要是什么 外洗的以后呢 它可以吃 皮肤的毛衣血管扩张 血循环加快 这酥药呢 每个药呢 可以三十克 三十克 三十克 抓在一起以后 放在一个锅里煮 先用大火烧开了 烧开了 再用小火煮三十分钟 我们一般呢 用多少呢 大约用三升到四升左右的水 这一副药 咱用几天啊 像这个天啊 冬天的话 可以用三次 就泡三次 然后就得换药了 换药了 比如说把它的 泡完就放在凉台上好 放冰箱里好 第二天热就可以了 那您看这么多的药 您可能会说 哎呦 我这煮起来的话 肯定泡的满脚都是药渣 多不卫生啊 教给你一个 特别简单的小办法啊 让何博士来告诉你 有请何嘉 好的 小季 那刚才啊 小季说到的这个问题 真的是大家经常遇到的 我们往往啊 用一些药材来这个 熬泡脚液的时候 但总是有很多这些 各种枝条啊树叶啊 倒在这个木桶里面 真的是不太清洁 所以呢 今天我教给大家一个办法 非常的简单 那大家看一看 用一只这个丝袜 来包住药材来煮就可以了 不过您选择这个丝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用这个干净的 被穿过的丝袜 那我这里呢 已经准备好了 刚才专家提到的几种药材 桂枝 酥木 还有鸡血疼 那因为这几样药材呢 特别是像这个酥木啊 大家看 就是像一些树枝一样的 这个木头的木屑 所以呢 我们要稍微地把它处理一下 把它掰得细一些 避免啊 因为太 太长 然后呢 把这个丝袜戳破了 到时候就不好用了 把它掰一掰 把这个比较长的枝条呢 稍微地掰一掰 然后鸡血疼呢 大家看 也是比较大片的 所以呢 我们也把它 先把它掰碎 掰小一点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丝袜呢 把药材装起来 先把它稍微地撑一撑啊 一些桂枝 如果我们熬的这个药材比较多呢 我们可以用稍微大一点的 这个丝袜 那现在这三种药材呢 基本上就是各占一份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口感收上 那如果我们在家里做呢 可以做得稍微细一些 把它们这些药呢 都给它剁得稍微碎一点啊 这样熬出来的这个药液呢 更方便它的 里面有效成分的溶出 做好这个丝袜药包之后呢 我们找上这个水 给它熬开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在家里熬中药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最好是用这个砂锅 或者是陶锅 实在不行呢 我们用这个不锈钢的锅呢 也可以 但是呢 就一定要注意 不要用铁锅啊 放进去之后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大火 把它煮开 哦 已经开锅了 当这个水沸腾了之后啊 我们就把它转到小火 那么熬上大约20到30分钟之后 那么我们这个药液呢 就熬好了 那大家看一看 这个呢 就是熬好的药液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 把这个丝袜药包呢 给它捞出来 熬好的药液 可以用来泡脚 而这个丝袜的药包啊 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因为呢 在这个丝袜当中啊 包的这几样药材啊 它们可以直接用来 做这个热敷 如果比如说这个 老汉品特别严重的时候 有一些疼痛的部位 那我们就可以将就这个 刚刚煮好的药包 直接来进行热敷 那不过呢 要提醒大家的是 因为这里面啊 几样这个碎木屑比较多 所以敷的时候呢 最好先垫上一层 比较厚的毛巾 避免扎伤 那这就是我们教给大家的 怎么样用丝袜 来熬这个泡脚药的方法 小金 好 谢谢何佳博士啊 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 而且呢 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 但您刚才已经提到了啊 就是比较轻微的时候 咱们还是可以 按按这个内外吸眼的 那您说咱在泡腿的同时 再揉按这两个穴位 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些啊 对 边泡腿边揉 这两个穴位会更好一些 除了这两个穴位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 另外还可以 给大家出现一个 止疼的非常好的穴位 那这样还是在 我的腿上来找一下 刚才那个鞋 主要是散风去含的 还有一个止疼的穴 非常好 那哪个穴位呢 那叫外丘 怎么找呢 我们鞋找到外怀 看到吧 往上七寸 七寸是什么 用你自己的手 同身寸 四指是三寸 那两个四指呢 八寸的穴 三寸 六寸 两个四指 两个四寸 六寸 六寸 再一个拇指的一扁指 是一寸 差不多 这 这 这叫做肥骨的后方 这 这个有一个骨头 对 对 这地方 叫外丘穴 好疼 我自己按都疼 我们也是可以手 按得想象里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对 这个是我们那个古术记载 它是专门治疗下肢 疼痛的一个非常好的穴位 叫内丘 外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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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胆筋的一个穴位 这是止疼的 就是说 如果膝盖比较疼痛的话 按摩这个穴位非常好 如果是我们平常也疼痛 预防的话 也按摩这个穴位 也按摩这个穴位 比如说边泡着腿 边按摩这个穴位 或者泡完以后 再按摩也可以 每天呢 也按摩的一次到两次 一次到五分钟左右 也是有酸胀感 最好 那就泡的时候 咱一个是这样自己 使劲地捏捏内外吸眼 血氛散汗通落 然后再这样 活血止痛 这个叫外臭血止疼 对 就可以对咱这老寒腿 是有帮助的 对轻度老寒腿 有质量作用 有对重度的 有预防作用 行 这外臭血咱找到了 先请您回到座位上 谢谢 我有一个问题 想问问专家 刚才专家给我们推荐的药方 是积血疼 桂枝和这个苏母是吧 对 那我还听说用这个 红花艾叶泡脚可以吗 也可以 红花艾叶它相对来讲的话 因为红花艾叶它比较轻飘 所以有时候主食炎尝了以后 药效会发酵了 但是也是可以不错的 那比如说像红花油 挣骨水 这些东西会有一些帮助吗 在疼痛期的时候有帮助 但是相对来讲 我们泡腿既有热 又有药性 热可以帮你打开含毛孔 使毛球扩张 药性随着进去 你在红花油只是一个擦它没有一个热感 但有的时候这大冬天吧 有人就不愿意出门了 您要说配齐那三种药 有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小县城的地方还能喷全 咱能不能自己啊 有一些什么在家里能弄到的一些小办法 也能够缓解这个腿疼啊 我们厨房里好的东西都可以用 用厨房里的调料啊 对 咱们再来看看有什么高招啊 看下一个问题 咱们在厨房里找找哪一种调料适合老寒腿患者来泡脚 您用过吗 胡椒 粗盐 就是那种特别粒大的啊 那种盐 还是花椒 来 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意见 胡椒我觉得它有一种胡辣的感觉 它应该是有一些帮助 盐嘛 盐也应该有帮助吧 我觉得盐的用处 食盐的用处特别多 而且这种粗粒盐 你比如说养鱼的时候 放点粗粒盐 它有削菌 有这种削毒的作用 削原杀菌的作用 那花椒我觉得它一定是有作用 刚才我们专家说的是厨房里的 家家都有的 那我想家家都有 那我们家也得有 但是我们家没有胡椒 有粗盐和花椒 既然是要嘛 那我选花椒了 那咱们看看现场100位观众的选择啊 又是非常接近的一个答案 选胡椒的更多一些 那味儿比较冲啊 是不是味儿冲得更好一些呢 看看答案是 用花椒来泡脚 不是 花椒 胡椒 一个是麻的 一个是那种辛辣的 那感觉还不一样 药椒也不一样 不一样 那个花椒啊 它是舒穿近点 它是散寒 出湿通落的 胡椒也散寒 在通落的中央要落一点 所以我们选的花椒 这是《新宗北草经》讲的 讲的作用比较少 因为描述花椒说有很多 这里边主要是诛风其气 就是去风的 温中散寒 出寒壁 壁症呢 就是我们的老汉子叫壁症 还能怎么坚持发明目 有这么多功效 这么多功效 那这个功效 是不是要吃进去才会有这些功效 我刚才说了 我们泡洗的时候啊 我们通过皮肤 吸收一定的药量 也可以达到一个吃的目的 那这个花椒 我们知道有很多种 有那种绿的 有这种像这种红的 有各种哪种会比较好呢 这是红的最好 老的最好 老的蒜寒这点更大 哦 散寒 对 那使用的方法 还是把它放在丝袜里呢 那就跟刚才那个差不多 说这怎么感觉 像过年煮肉一样 各种调料 然后水煮鱼等等的 这种感觉 有这种感觉 所以这脚味非常好 不臭啊 但这也得放多少啊 这样啊 我跟大家这样的 出去花椒用 花椒我们一般用50克 哦 50克 50克 另外咱配点生姜片 哦 配上点生姜 二 三十个生姜片 问题还得配生姜啊 生姜也是散寒的 看一下 对了 生姜也是散寒 通了一个药 把生姜片切了它 就切成片 或者得切成条 也像刚才这煮个开锅 有先用大火开锅 然后再煮个20到30分钟 泡去就可以 但有的时候你看啊 我们就说凉啊 疼啊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吗 对 都可以 饭是寒邪路里 都会一起疼痛的 为什么呢 第一寒煮收饮 第二呢寒邪阻落 脉络不通 所以寒和疼是 都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散寒的药 基本都有止疼的效果 但您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真的要是 特别严重那会儿 就不光凉了 疼了 甚至它还会肿 肿的时候 用这个花椒形 肿的时候是这样的 我们也可以用 但是一定温度要低 如果光疼的话 温度可以到40度 42度 43度 要肿了 顶多用38度 但我们最好 不要加花椒了 加一些消肿 去湿的药物 那个是什么药呢 比如说海通皮 海通 泽蟹都可以用 一个叫海通皮 那个放多少克呢 50克 50克这么多呢 对 海通皮 泽蟹 第二个是泽蟹 毛的冬的泽 我们有腐蟹的蟹 泽蟹 那个放多少 也放50克 50克 对 这两个是能帮着消肿 消肿的 花椒是止疼 驱风 驱寒的 对 吸血疼 苏木和桂枝 桂枝 这个也是能够活血化淤 止疼 驱寒的 对 那我想问你 三个小方子 就是比较长期地使用这种方法 这个老寒腿是缓解了呢 还是能够彻底地好了呢 是这样的 如果你轻度老寒腿 或者我刚刚得 它可以起一个治愈作用 如果你比较重了 它起缓解作用 最主要是预防作用 假如说你从30多岁就开始泡花椒 好泡 经常泡着腿 它也不容易得了 那有人说像这种老寒腿 有人还劝我妈妈去做手术什么的 这个好吗 老寒腿这样的 老寒腿如果比较重的老寒腿 比如说它这个骨间隙非常窄了 已经没间隙了 这样骨头之间摸骨头 这样就需要做很多换习关系 那是特别严重的 那夏天天挺热的时候 也要坚持泡脚吗 尤其是夏天热的时候 比如说今天下雨了 或者受风了 回家一定要泡泡 不一定天天泡 夏病 这个冬病夏至我觉得 对了 非常对 而且还有另外的一些好的办法 您配合着这个泡脚啊 加上这个药疗啊 效果会更好一些啊 咱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消除腿部的肿胀啊 咱们不是提到 有的时候也会肿吗 那哪一种方法是最好的呢 是用爱酒拔罐 还是蒸酒的办法呢 现场100位观众 请表达意见 小柯妈妈 这个腿有的时候会肿吗 倒没肿过 膝盖那个地方没有肿过 没有没有 从来没有肿过 但是之前做针灸是有用的 它就是让它有 反正有一些作用 就会缓解 觉得最近走路没那么疼啊 我的那位朋友吧 他经常去到中医那儿 去做针灸 他用的是针灸的办法 要是我选的话 我替他选一选针灸 我选的也是针灸 那咱们来看看这种方法 大家是不是认同啊 现场100位观众的选择 还是挺接近的 我发现可能这些方法 大家都用过啊 但个人有个人的这个用法 那哪种方法更合适呢 等一下广告 让周嘉来告诉你 无限期提示您 健康之路精彩继续 养生保健 脾胃为先 要想病少 脾胃要好 胃寒胃痛 很多健 这些毛病怎么办 健康之路 教您养护脾胃 保健康 系列节目 敬请收看 好 欢迎回到 又无限期 独家冠军作秀的 健康之路节目 咱们来看看 您这会儿啊 老寒腿特别严重了 甚至都有一些肿了 咱们看看 有什么好的办法 可以帮您调整 答案是 做爱酒 才管用 这同样都是酒 也都是那种 传统的物理疗法 这两者差在哪啊 我给大家说一下 针灸啊 是针和灸的统称 为什么我给大家推荐 爱灸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啊 咱们讲的是 交出肿胀的方法 针灸啊 止痛啊 效果非常不错 肿胀的相对来讲 比爱酒要差一点 是第一个 第二 爱酒它是热 散热的作用 因为我们刚才说 老寒腿 老寒腿的是寒气比较重 针灸虽然也有散下作用 但是布露爱酒 散下作用更强一点 因为还有一点 我们自己在家一般 扎不了针灸 对 刺激 八卦也很麻烦 八卦这时候又八个肿 那腿怎么麻烦 而且膝盖那根本没法拔罐 所以说爱酒我们自己可以做 对 所以说为了大家方便的 我给大家推荐了爱酒 我倒在家帮助妈妈 做过这个爱酒 但是爱酒有一个问题 就是特别烟 烟特别大 对 这个问题 有时候有哮喘的病人 心脏不好的病人 我们还是不要用爱酒 尤其在室内 你做完之后 乌烟瘴气的 可是你要是夏天做 只能在室外做 冬天在室内根本做不了 但有个好处 可以驱风散寒 逆风感冒 夏天还可以驱蚊子 是吗 小柯就虽然你帮妈妈 做过这个爱酒 但不让你这方法 就有没有达到 刘教授提到了这个标准 那这样 我们还是请刘教授到台前来 也拿一把椅子 小柯你就在我的腿上 来演示一下 你平常怎么给妈妈做这个爱酒 好 来 我们平时用揪条 不是直接拿揪条 是用很多揪盒 还有一些揪棒 那些东西把它放进去 那是这样的 那是需要固定的时候 或者是你手比较累 我可以用这个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在家 自己揪 最好是要拿在正方 最好是手持 这样可以运用自如 揪哪个位置呢 那你看你还是不知道 就是疼 哪疼揪哪吗 我刚才那几个胸位 你听他们怎么揪呢 就是哪疼揪哪了 那几个胸位 就是揪穴位 内外戚眼 或者说我们肿胀的部位 肿胀的部位 都可以的 可能就会离这么近个距离 然后就在这边晃了 这个距离怎么来调整 不知道这个就不调整 那你怎么跟你妈做的 我们大概就是 有个两三公分吧 一定要问你妈的感受 要问感受 对 她感到不疼 稍微有个酸酸的感觉 而且还比较热乎 这种距离最好 因为每个人不同 每个人的受热的程度也不一样 对 你还记得内外戚眼在哪吗 我记得 当然记得在这个位置了 就在这里了 然后还有这里 对 我觉得你要是离这么近的话 非得烫伤了不可 好近 还好 就这个距离吧 就是点着以后呢 太远不行吧 我觉得太远没有作用了 给你们的感觉 点着以后呢 我们可以先试一下 这样 这么远啊 一开始要用一点 我们离 逐渐逐渐进 接近到这儿 这叫玄焦 玄的空中 但是感觉这个烟子 从这儿跑掉了 这个烟也不会进去 它不是用那个纯用烟子 它烟本身有个味 用它的热量 热量 主要散发一通到 就是我们现在 没法测试一通热量 我跟你说这一问就漏馅了 这肯定没怎么做 绝对干活 你知道那个热 这叫玄焦 这个呢 还可以就是确凿 就一会儿近一点 一会儿远一点 一会儿近远一点 一会儿四里大点 一会儿四里小一点 温度能少起 所以这个呢 你用焦盒是做不到的 对对 要不您说这个我就明白了 因为平时我们都用焦盒 就放在这儿 或者是 那你这对您妈不孝顺 因为要静小鑫 还是挺孝顺 好吧 以后就 不然要更孝顺 以后 好好 谢谢 那就是酒这两个地方就可以了 酒这两个 或者总共的部位 哪种 就这块热的容易 在这儿焦也可以 那您刚才说的外丘 要去焦吗 也可以焦 也可以焦 基本上就是这三个位置 这三个位置你可以尝用 我说我曾经用过这个爱酒 就效果好到什么程度 因为我录像的时候 这个空调 夏天点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这个膝盖 那个风就嗖嗖的 真的特别凉 然后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就把那个小爱酒吧 就掰成两段 然后这样的两个 就一起酒 酒完这个地方 再酒这样 就来回这样酒 酒完之后 真的是很舒服 一点都不躺 也不凉了 很有用 就即便现在冬天 我穿着这个小裙子 露着膝盖 这个腿上的温度 完全都没问题 还是挺好的 是有切身体会的 对 这个自己就可以了 这是非常不错一个保健方法 还给你 谢谢 第二呢 它没什么副作用 对家的可以用 那这个爱酒有没有 比如说什么样的爱酒是好的 什么样是不好 它有一种是那个选材 比如说是成年的 好嘎嘎做的 或者哪个地方好嘎嘎做的 它都有说明 还有药酒 就里面那个还加了一些其他的药 对对有这样的 好